美国梦,简单的说,就是任何人无论来自世界任何地方,有什么宗教信仰,无论多穷,只要他在美国努力工作,他就可以赚钱买车买房。 他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 只要努力,在美国人人都可以过上幸福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 他也不会因为反对共和党或者民主党而受到打压。 自从共匪邪教反革命集团出现,他们就不断剽窃他人的知识产权。 共匪习近平提出的所谓的中国梦显然也是抄袭美国人很早就提出的美国梦。 全世界都没有认识到,中国人和外国人早就在中国实现了中国梦。 最佳证据就是在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的上海市。 当时的上海远远超越香港,可以和现在的美国纽约平起平坐。 如果上海依然是独立于共匪之外的城市,现在肯定有很多大陆人要偷渡去上海。 在共匪侵略上海前,上海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合法的非法的移民,说着各种语言,不同风俗习惯。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厨师开的餐馆。 按照现在的标准,那时候的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个米其林餐厅了。 而且外国人都会说几句上海话。 自从邪恶共匪来了,中国梦马上变成了中国噩梦。 像这些上海弄堂的中产阶级人民家里,有电话,有烧煤气的热水器。 生活水平和当时的美国人差不多。 共匪来了,反而电话被拆,热水器被拆。 上海从第一世界马上变成了第三世界。 这是民国78年北平大学生的爱国运动的视频。 几十年过去了,大陆沦陷区的人民依然没有基本人权。 共匪喜欢说在民国38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万恶的旧社会。 其实在共匪所谓的旧社会,中国人有基本人权保障,有选举权和投票权。 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那个时候连妓女都有基本人权保障。 上海沦陷两年半,共匪还合法登记妓院。 被共匪毛泽东害死的陈毅,当时还说,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的确如此。 现在大陆沦陷区小姐和妓女已经成为了同一词,但是妓女却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 上海人都知道犹太人哈同。 上海话说起来,她以前就是一个来自伊拉克的巴格达的小别三。 她就像现在很多大陆人跑到美国实现美国梦一样,从最底层工作做起。 她才到上海就给人看门当警卫。 看见有钱的上海人还需要点头哈腰的。 后来从事房地产,把上海的南京路变成和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一样的高档购物街。 当时,外国人和中国人可以自由创办学校,例如,复旦大学。 她创办了苍圣明治大学,而且完全免费。 而且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的宗教组织也不需要坚决拥护中国国民党。 他们还可以自由建立宗教场所。 现在的共匪邪教却强迫宗教团体必须支持共匪。 民国16年,哈同就出钱建立了阿哈龙犹太会堂。 民国74年却被愚昧无知的共匪疯狂摧毁了。 哈同在上海实现了他的中国梦。 他临死的时候,财产有很多亿。 现在中国人拼命跑到美国实现美国梦。 共匪没有分裂中国前,外国人都跑到上海实现了他们的中国梦。 哈同在上海那么多年,可以想象上海话一定说得很流畅。 现在万恶共匪却禁止上海本地人从小就说上海话。 共匪在大陆沦陷区各地都有禁止方言的去中国化的命令。 大家看见了。 那时上海人的定义不是有没有上海户口,而是会不会说上海话。 不少外国人都将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故乡。 在上海的印度警卫,日本宪兵,和其他外国人都会说上海话。 而共匪控制下的上海,却没有一个全天讲上海话的电视台和电台。 传遍全世界华人圈的《和日军再来》,《夜来乡》等歌曲都是来自英国人开设的上海百代唱片出品。 共匪来了,那些外国公司都疯狂大逃亡。 共匪导致海派文化完全萎缩。 所谓的流行歌曲一直到共匪开始实行资产阶级经济体制才又开始恢复。 沦陷前的中国人是非常自由的。 他们可以公开批评政府、发行报纸、建立电台等。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很多外文和宗教报纸。 连共匪这个苏联反华势力培养出来的傀儡都可以在自由中国境内经营颠覆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反革命报纸和电台。 1850年,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创立了。 上海滩有名的报纸申报在1872年就由英国人创办。 被日本侵略者强迫查封一段时间。 共匪来了,申报就被永久关闭了。 民国25年,上海就已经有五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每日销售总数及达到50万份。 在共匪魔找控制下,上海现在却只有三大报纸。 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明晚报,而且很多内容都是相同的。 民国34年,拥有营业许可德国营电台和民营电台有108家。 现在的沦陷区一家民营报纸和电台都没有。 大陆沦陷前,人民可以自由创业,不受限制。 共匪来了,却强迫进行所谓的公私合营。 沦陷前,中国就已经有股票交易。 共匪来了,强迫取消。 共匪出而反而,又开始允许私营企业发展。 38年后,共匪财又恢复了股票交易。 沦陷前,也没有共匪的户籍制度,根本就没有农民工的称呼。 农民进城打工,他们的孩子一样可以在城市学校上学。 现在的共匪统治下,即使交税再多,依然无法再居住城市上学。 那个时候也没有敏感词汇的存在。 被共匪解放的沦陷区的灾包们连政府二个字都不敢直接写出来。 大陆沦陷前,外国人、中国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 国民党党员讲委员长以前是佛教徒,后来变成了基督教教徒。 现在的共匪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邪教组织。 他们做贼心虚,禁止党员加入其他宗教。 沦陷前,人民还可以自由建设宗教场所。 这个圣索菲亚教堂在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前四年就在哈尔滨建立了。 共匪最擅长篡改历史,他们将大陆沦陷说成是解放。 被共匪解放的人民即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没有建设宗教场所的自由。 相反,教堂的十字架会被共匪强迫拆除。 共匪还强迫新疆的穆斯林在摘月吃饭。 很多共匪洗脑受害者完全不知道。 文革的时候,共匪还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强迫和尚和尼姑结婚等。 沦陷前的宗教组织还可以建设学校。 不光如此,他们的学校还可以自由选择语言教学。 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号称是东方的哈佛大学。 一开始用上海话上课。 现在的上海根本就没有一家用上海话上课的学校。 上海护剧院招生都需要用一年时间叫外地学生说上海话。 1887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全部用英文教课了。 这么好的大学在共匪侵略上海第三年就被共匪邪教给强迫关闭了。 共匪来了,大陆沦陷区停滞发展几十年。 如果当年共匪没有分裂中国成功, 可以想象,中国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且各大城市恐怕早就超越香港,成了国际大都市。 全世界的人民都拼命想法要偷渡到中国, 要实现他们的中国梦。